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我是琦琦 我是梁俊 梁俊,考考你,知不知道觀眾怎樣才可以獲得我們的大禮包? 那當然知道,只要各位觀眾在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八點半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的禮物 沒錯,我們禮包送到家活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公務頻道,多多支持生活調查團 好了,不說那麼多,馬上終於今天的節目內容 快進來,外面真的死了,吃點水果 我剛才在樓下看到你女兒,好像不見,長好高 真的,我也發現她最近長高了 你知道嗎,她以前都是做第一排的 現在老師給她調到第三、第四排去了 這怎麼回事,怎麼長那麼快 就是這個,轉這個好東西 我聽人家說跳這個能夠長高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給她跳 這是什麼啊 就是什麼跳跳杆啊 好像還挺有效的 對啊,要不你也買一個給女兒試試 真的那麼有效嗎 那世界上那些個頭長不高的 那買這個跳不都長高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要不你也試一下,說不定還真的有效嗎 那我去買一個試試吧 哪裡買的啊你 我發個電接給你 好 近日,一種名叫做跳跳杆的玩具 在小朋友們中間風味 這些跳跳杆外形看上去 好像是一個打氣筒 玩起來,新鮮又刺激 很快就佔領了玩具市場 而在這些跳跳杆產品介紹中 都說這些跳跳杆 可以訓練小朋友的協調能力 和反應能力 還可以增高減肥,健身等功能 不知道大家又想不相信 應該會吧 跳跳感不會長高 感覺不會吧,反而會想到腳 很容易摔吧,應該不會長高 不會吧,這樣會長高嗎 應該不會吧 林俊,最近有一件事很熱的 就是這個跳跳杆 聽說不單好玩,而且還可以增高 你有沒有玩過 我沒玩過 不過我見到侄女最近又玩開這個東西 但我覺得很危險 你不阻止她 危險嗎,不多覺 因為我侄女她平時不喜歡運動 我們就見了 她說跳跳杆海 令她蹦蹦蹦蹦 又可以長高 那就有得她 不是吧 你相信這件事真的可以爭高嗎 總之我不相信了 我覺得一定是商家打的燃燒廣告 不會吧 我覺得我侄女做人真的高了一點 我跟你說 平時我也有留意觀察 玩這件事的小朋友 你說跳兩跳就可以爭高 總之我不相信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世界上就沒有矮的人 每個人去跳這個都可以 比你更高 不,你想想 這個跳跳杆 它跳下跳下蹦下蹦下蹦下 對骨架 會起到這個拉伸的作用 我覺得 可能真的會爭高也不一定 不是的 是嗎 沒有可能 等等等等 不要彈 我們也不要吵 不如這樣 我們倒一局 倒什麼 如果我輸了 就去你家做一個月的衛生 如果還沒輸了 去我家做一個月的衛生 怎樣 可以了 怕你 但是 如果你輸了 不要賴貓 就行了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賴貓 我跟你說 我認識有個醫生 不如我們一起去問他 你也好 走吧 小朋友玩跳跳杆 是不是真的可以長高 琪琪和梁準 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們也為此打了個賭 並且找來了少敏醫生 為他們解答 不知道誰會贏 哈囉 少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 這是我同事梁準 你好 少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我們有個社 就想請教一下您 就是想知道 小朋友玩這個跳跳杆 到底能不能增高 從我們醫學的角度 它所有的跳躍運動 它對升高 都會有影響到 當然除了舉動 舉動是一個垂直往下的壓力 那所有的跳躍運動 都會有 但是我們那個 就說游泳啊 包括跳繩啊 包括那個籃球 打籃球啊 這些對升高 都會有促進作用 因為它會促進 我們鼓勾的血運 促進一樣無實的吸收 會促進那個肌肉的拉伸 所以這幾種運動 都是有 對升高會有影響的 跳躍杆 它對我們的升高 也會有促進作用 但是相對於它的那個活動 就是相對僵硬一點 那這樣的話 它對升高 對 它對升高的促進作用 就沒有像剛才我們說的 游泳、跳繩和打籃球 這三種運動那麼好 專家說 小朋友在玩跳跳桿的過程當中 會有連續的跳躍動作 可以牽伸肌肉、人膽 有刺激 骨後軟骨生長的作用 身體可能會長得更高一些 增高得更快一些 但一個人可以生多高 最主要還是遺傳基因決定 後天的飲食均衡 也會起到一個重要的作用 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 誰都沒有輸 誰都沒有贏 梁準 你說是嗎 誰說這樣 明明剛才醫生也說了 雖然這個增高功能 就不是跳跳桿的特殊功能 但是它的確有可能 令到小朋友增高 所以說一個月衛生了 是 我聽別人說 我聽別人說 玩跳跳桿會對小朋友造成很大的傷害 你以後不要讓你侄女玩 是嗎 一直以後 兒童的安全問題是家長們最關心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將近開學 相信每位家長都希望 自己的小朋友可以開開心心地放假 然後健健康康地上課 所以對小朋友的健康安全也特別注重 不過最近有傳言說 小朋友玩跳跳桿會影響小朋友的身體健康 導致關節受損引起關節疾病 嚴重者甚至沒有辦法走路 很多人都不以為言一個跳跳桿 最多是在玩的時候 不小心會跌倒擦傷 怎麼會引起什麼關節性疾病才行 甚至有些人覺得這個是危言聳聽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大意 因為最近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 是嗎? 今年年初湖南樓底一個十歲的小男孩 在連續玩了近一個月的跳跳桿之後 突然雙腳疼痛到無法行路 在送到小兒骨科醫院之後 診斷為雙側寬關節滑膜炎 需要接受抗炎和牽引治療 寬關節滑膜炎 又叫做寬關節暫膜炎 是滑膜受到刺激產生的炎症 造成分泌液失調形成織液的一種關節病邊 而三歲到十歲以下的兒童 極意患寬關節環膜炎 哇,真的會這麼嚴重嗎?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事實擺著眼前,這次你順了吧 到底為什麼呢?我都不知道 不如這樣吧,我們繼續調查 邵醫師,我聽說呢 經常玩這個跳跳感的小朋友呢 很容易就會換上雙側寬關節滑膜炎 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是有這種情況出現 小孩子的滑膜炎 大部分是在我們這個位置 寬關節這個位置 寬關節這個位置的滑膜炎 有兩個原因引起來的女小孩子 主要兩個原因 一個是劇烈運動以後 就是一個外傷性的 我們說的喘傷性的滑膜炎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一種細菌啊 或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一個叫 感染性的滑膜炎 主要有這兩種 那大部分的小孩子 如果玩跳跳感引起 抗關節滑膜炎的話 主要是一個喘傷性的 喘傷性的 它是一過性的 主要是由於你運動太久 或者是受傷了 導致滑膜受水引起的一個滑膜炎 正常的小孩子劇烈運動 劇烈運動時間又長又劇烈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很勞累 因為勞累等於你 我們中央講的症氣收手 那細菌就很可能 如果會暈到那個位置 對這個位置 做到運動過度 那它就會導致一個細菌去 環膜對嚴症刺激的反應 是分泌心液 產生疼痛 主要表現關節充血腫脹 關節積液 活動下等困難 功能受限 嚴重者會因為劇烈疼痛 而沒有辦法走路 醫生啊 那如果我們 玩這個 跳跳感 它除了對這個 髖關節 會造成這個 損害之後 會不會還對身體的 其他部位 可能造成什麼的 一樣的 一個損傷呢 因為我們 跳跳感 跳的時候 它是一個整體在運動 全身都在運動 那從這個角度講呢 就是說 從腳到頭 所有的位置 都有可能引起損傷 首先我們看一下 懷關節 懷關節 有一些如果你姿勢不好 它可能導致 對那個 針帶的損傷 拉傷這些 你包括膝關節 我們膝關節 裡面有半月板 也有滑膜 那你有可能引起損傷 引起半月板的損傷 那你進一步的講 對我們腹腔和胸腔的內臟 如果劇烈的運動的話 會增盪 也可能增盪 就引起第一個損傷 那你包括 對頸椎啊 對頭部啊 它都有可能 引起一個損傷 有一些小孩子 如果長期 長時間的運動 它有可能 引起骨骼的變形 因為小孩子 骨骼容易變形 不像重演 有時候 我們說的 像歐心腿啊 心腿 專家還說 強烈的衝擊力 往往會造成 鄰近軟組織的損傷 包括神經 血管 韌帶 肌腱和內臟器官 的錯傷和斷裂 而軟組織的損傷 可能會導致 嚴重合併症 和後遺症的發生 還會引起肢體畸形 而且年齡越小 畸形就越嚴重 所以有脆骨病的兒童 千萬不要玩這些跳跳桿 而且年齡小的 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兒童 亦都不適合玩 就算是要玩 最好也要跟成年人 在隔離陪伴著他玩 盡量選擇開闊 平坦的土質地面進行 遠離台街 或者不平整的地方 而且每次玩的時間 不要超過15分鐘 梁掌調查到這裏 你都知道 玩跳跳桿 是會對小朋友造成關節損傷 嚴重的話 還會導致發育畸形 你回院之後 快點把你侄女的跳跳桿 扔掉它 不過 剛才你也聽到專家說的 跳跳桿 只是不適合有脆骨病的小朋友玩 如果在正常情況下 每次玩不超過15分鐘 那什麼事都沒有 既然他喜歡玩 便由他玩 雖然每次玩不超過15分鐘 問題不大 但是有很多事是放不勝防的 不信 你看看 玩跳跳桿 還會發生什麼意外 就是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錯 在上次節目當中 我們調查發現 小朋友玩跳跳桿 會引起關節疾病 造成關節損傷 除此之外 我們還發現 玩這些兒童跳跳桿 會導致很多安全事故 在今年的月 一位少女士 鴨滿七歲的女兒 因為玩跳跳桿 而跌落地哭 導致小朋友的兩隻門牙被砍斷了 沒辦法修補 只能夠接種新鴨 7月4日 一個五歲大的小女孩 在玩跳跳桿的時候 彈網底部的插鬚突然出落 導致她的膝蓋受傷 豪對有偶 7月8日 一名八歲的小男孩 在廣場玩跳跳桿的時候 不慎跌落 造成小腿骨折 被送往骨科醫院進行治療 為什麼玩跳跳桿 會頻頻發生這些安全事故 生活調查團繼續為你調查 自從跳跳桿流行以來 很多事故發生 就很比喻在我住的小鬼樓下 經常都會見到有很多小朋友 在玩跳跳桿 玩一下玩一下 整個人都掉到地上 不是這道箱 那裡流血 可以看到肉赤 為什麼這些跳跳桿 會導致這麼多事故發生 下面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跳跳桿的主要組成部分 以及它的運動原理 現在市面上的跳跳桿 普遍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單桿 而另一種就是雙桿 其實它們的主要組成結構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由一條普通的鐵桿 樹管 彈簧 扶手 和搭板 構成的 一條彈簧是可以自由伸縮的 由於重力的作用 人同跳跳桿 在達到了最高處的時候 就會自動下落 乾脆掉之後 人繼續往下 拉長彈簧 當彈簧收縮的時候 就會將人向上彈起 這樣人同肝就會一起連續跳 一條樹管 一根彈簧 兩個扶手 兩個搭板 沒有高科技的零部件 再簡單不過的構造 卻是不少小朋友 愛不惜手的玩具 不過跳跳桿這種特殊的組成結構 和它的運動原理也意味著 它每一個組成零件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其中一個組成零件損壞的話 就會對兒童造成無可鼓量的傷害 其實在之前的很多安全事故當中 大多數都是因為跳跳桿的零件 突然間脫落 又或者是突然間脫裂而導致的 就比如說這個搭板 突然間抖了 底部的橡膠緩充電 突然間脫落 又或者是扶手的保護端 突然間鬆了 又或者我們在玩玩玩的時候 扭釘突然間鬆了 彈簧 突然間釋放 這些都會導致小朋友 由於失穩而跌倒 對小朋友的身體造成傷害 這些跳跳桿造成零件的突然珠落 或者斷裂 會導致怎樣的安全事故發生呢 這次我們欄目中請來了一位勇敢的志願者 配合我們來無意玩跳跳桿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的安全事故 好了 那現在在我們旁邊一位 就是我們今天的志願者秋秋了 待會秋秋將會配合我們 完成一系列的危險動作 超超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 知道待會要幹嘛嗎 知道 你們編導已經跟我說過了 已經準備好了 對 準備好了 可是很危險 你不怕嗎 不怕 好勇敢啊 我看你還是笑得很開心的樣子 然後 就是待會的話 我們這一系列的實驗都會很危險的 我想問一下你還有什麼心願未了 我們兩個可以幫你完成 對一定盡力的幫你完成 心願 好了 我們跟你開玩笑了 你看 其實呢 我們早就給你準備好了 一系列的保護裝置 你看一下 有這個護肘 護膝 還有頭盔等等 在我們實驗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會讓超超呢 帶上這些保護裝置 好 馬上開始 超超帶上護具之後 就開始無意跳跳桿扶手保護端 腳踏板等突然追落 和彈簧扭釘突然斷裂 彈簧突然釋放一陣 造成身體失去平衡一陣 掉下來的情景 嘩 這個場面我真的不敢直視 太殘忍 太暴力了 看到我們全身都痛啊 嘩嘩嘩嘩 又跌倒了 超超 你沒事吧 這個場面 我真的不敢直視 你沒事吧 沒事沒事 剛剛看到你 就這樣摔下來了 有沒有裝到哪裡 呃 其他地方還好 就是那個 這個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膝蓋和肘 對對對 天啊 那你下次還敢不敢玩這個東西 呃 如果有護具在的話 應該還是 還是可以玩一下的 哦 那如果是 因為你是一個成年人嘛 那如果說是小朋友的話 你來建議他去玩嗎 呃 如果是小朋友 帶一點的小朋友的話 就是一定要帶護具啊 嗯 如果是太小的話 那就是還是建議不要玩 就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嘛 嗯 好的 謝謝超超 今天你太辛苦了 太為難你了 回去我們叫節目組 給你辦一個最下勇士獎 好不好 謝謝 那剛才的情景呢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呢 在玩跳跳桿的時候呢 都有可能會出現類似這樣的一些意外 那我們的志願者超超呢 就建議大家在玩跳跳桿的時候呢 一定要戴上護具 這樣才可以將傷害減少的 嗯 不過 這樣的話 真的就可以保護到小朋友嗎 就是說我們從運動的角度 比如你花邊 戴個頭盔 戴個那個那個 呼吸 戴走 它對我們的身體 確實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的 很像我們的走關節在這裡運動 你給它帶一個戴走的話 如果它摔倒了 它是有個保護作用的 但是你要想到我們做跳跳桿的時候 它有很多部位還是沒有保護到 比如我們的腰 對吧 我們的那個骨 就是如果你戴了骨頭 但是我們的公骨 前臂這些骨頭 都是在暴露在外面的 那你如果只要一摔跤 那可能導致骨折 也可能導致我們軟骨的損傷 手保護端 底部像膠緩充電 和腳踏板等部件 是否乾淨實正 以及跳跳桿產品 是否存在銳利尖端 銳利邊緣 以及突出物 盡可能降低意外事故發生的可能 但是由於近期 涉及跳跳桿的傷害事故頻發 所以國家質檢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 就發佈了一條關於跳跳桿的消費余景 要防止兒童受到此類產品的傷害 所以說梁准為了安全起見 你最好不要讓侄女玩跳跳桿 嗯...是呀 那我回去馬上丟掉了她的跳跳桿 最多以後多些陪她的運動好過 嗯 調查到此 大家對跳跳桿也都了解了不少 最後對這期節目的內容更為總結 第一 在玩跳跳桿之前 一定要認真檢查好跳跳桿的元土情況 而且在玩的過程當中 要帶上安全護具 第二 跳跳桿玩久了會造成關節損傷 每次玩建議不要超過20分鐘 第三 有脆骨病的兒童和年幼的 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兒童 不適合玩跳跳桿 不建議選擇跳跳桿來增固減肥 應該選擇更加健康安全的運動 好了 本期關於跳跳桿的調查就到此 下面又到了我們禮包送到家的活動時間 相信有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觀眾朋友 都應該知道怎樣才能獲得我們的大禮包 沒錯 沒錯 就是我們突派完去到你家的時候 你正在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就恭喜你 可以獲得我們送出的大禮包一份 行了行了 不要說那麼多處 趕快跟著我們去看看 今晚的行運家庭是哪一位 這是我們送的大禮包 謝謝 很開心 多謝 好了 又到了我們晚上八點半的時間 又到了我們送大禮的時間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天河區的 哪一戶人家 看看他是不是在這裡 看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立刻敲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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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們在看我們生活調查團 你們在吃飯吃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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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家好多人 好熱鬧 今天到了孩子過生日 哦 這麼巧嗎 我們來給孩子送禮物來了 怎麼創作您呢 姓唐 唐阿姨是嗎 對 有沒有每天都在看我們生活調查團 幾乎天天都看 那我們今天是帶了一個小小的禮物過來 你剛剛說的小朋友生日 我們剛好今天就登門拜訪了 小小的一些心 謝謝謝謝 那我這個 好 然後呢 阿姨拿到禮物 但是要回答我們的問題 可以嗎 那你知道我們今天晚上播出的內容是什麼嗎 那切塊水果 切塊水果 邀請到這個家人來和我們一起 來講我們節目的口號 來 我們一二三 傳言並謀 茶樂再加 緊接著調查員又馬不停提地尋找下一個行運家庭 嗯 嗯 好像聽到很熟悉的聲音 咦 他好像在看我們生活調查團 我們立刻敲門看看他是不是 你好 你好 你們好 我們生活調查團 那麼了解 也是我們重視粉絲 那想問一下我們節目播出的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的八點半 哎 答得很爽快 正確的 那你回答我們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把油送給你 啊 真是這麼大的 很意外 真的 我真的很 我覺得很意外 今天的訪問也差不多了 當然了 沒事沒事 需要你們多來 是嗎 需要你們多來 全然變光 查了再說 耶 喂 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都想像剛才的幸運家庭一樣 可以獲得我們的大禮包的話 那就趕快拿起手機掃描電視機上的二位碼 繼續關注生活調查團 下一個幸運家庭可能就是你了 好